慈善1點通 主持黃曉霞 回來最後一節的慈善1點通 直播現場有我Dorothy、Raymond和玄學師傅Andrew 如果有看我們Facebook Live 可以在這裡留言 讓多些朋友會知道 新成廣播Facebook 有直播我們的視像 Andrew 先說一下 你們的慈善團體 同志壇 因為我看到很多放生的照片 不如介紹一下 放生與慈善團體有什麼關係呢 放生與慈善團體有什麼關係呢 放生與慈善團體有比較爭議性 我也想在這裡澄清一下 因為每次說放生 很多團體或過體都會說 他們說不應該放生 其實放生的緣起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隨緣救度 有個法師看到池塘裡有些魚 快要渴死 後來有人入宮跟皇帝說 我們找一些大象搬水去救了池塘裡的魚 令到牠們可以得以再生存 所以有一個隨緣救度的意義 我們為什麼放生 因為我們覺得都應該要互生 但是我們放生又不是隨便 因為很多人很擔心 放生會影響香港的生態 我們放生都會選一些香港水域 即我們會跟漁民說 選一些香港水域本身有的魚 然後才拿去放生 但是當然啦 你說牠上到船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 是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生存到呢 就未必的 可能牠本身都已經有些受傷 但是我們盡了力 牠又在香港生態裡面會找到的 那就放下海 做回鄉 希望牠們都有機會再 我們通常都會練回鄉之後 都要講牠 再投生的時間 是上回三線道 上天或者人道 或者再好些 西方劍入世界 當然難不難很難的 但是都是互生的一種 即我們都給牠生存機會 無論牠之後的生存會是怎樣 我們都細心挑選的 所以有些人很害怕 那些香港本身水域 例如沙巴龍躉 會放進去 我們都不會的 但是 如果你要每一樣東西去看 去挑剔 那可能都會有挑剔到的地方 不過我們都發心 是盡量想保持生態 都幫助到香港本地的動物 又或者令牠們有生存機會 嗯 所以有些人可能誤會了 放生就變成近年 好像一個很受關注的活動 是 所以有法師說過 其實你最好的放生都是吃素的 但其實接下來 因為我剛剛有三個團體牌 其實我也有籌備 是在搞一個拯救動物的一個 可能多一些 是一些 又不是專門去令牠們繁殖 但如果有些流浪的貓狗 又或者其他動物 可能都有一些方法想去幫牠們 對立 對 另外還有一個素食的活動 或者計劃想籌備 我知道 喔 素食那件事比較大 因為香港有食物銀行 但是多多少少裡面 都 我們看到食物銀行 或者派飯都有派素的 但是食物銀行 是沒有純素的食物銀行 我覺得都想給一些選擇 一些所謂的素食者 他們可以選到一些素食的地方 他們可能暫時有困難的時間 可以提供一個這樣的食物銀行 我也想搞一個這樣的東西 但是 因為現在工作比較忙 有這個夢想 但是暫時就沒有機會去執行 除非他早有緣 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他很有心想搞這件事 即是想搞熟食還是罐頭 我想搞餐廳有熟食部分 但是我也想可能他裡面的選擇多些 未必好像傳統的 剛才說過 煎炸那麼多的齋菜 或者派五餐肉給你 我吃齋 可以給他一個櫻豆 因為其實如果要說食物平衡 可能是豆 或者素菜 維他命 各樣各樣的事情 你都需要留意的時間 可能他要選擇的種類會比較多 我們如果想支持Angelo師傅 和童濟壇 就可以留意Facebook 今次的Facebook 就會在南迪通發放資訊 問一問現場觀眾的問題 有條問題就是 如果以前師傅做過什麼工作 今天師傅都會派出 第一節聽回來 拉到前面聽 今天會派出五個招財護腦 五個招財護腦 大家去南迪通的Facebook 留言就可以換取到答對答案 有專人聯絡你 去拿師傅和祭壇的葫蘆 什麼葫蘆買什麼藥 葫蘆有什麼意思 葫蘆本身是一些水晶 用黑藥石做的 葫蘆在中國傳統 也有吸取一些不好的東西 也帶給一些財運的東西 也都我上面有一點點的加工 希望做到一些加持 一些財運 又或者一些不好的東西消除 希望他一些小的掛飾 可能掛車也好 又或者掛自己的背囊也好 希望帶給一些好運 給一些所謂佩戴者 他有聽過這個前線節目的直播 我想他也是一個挺有善心的人 希望這個善心也幫到他 有些好一點的回報 好一點的福報 記得去藍迪通的Facebook 留言答剛才的問題 師傅Andrew在做玄學師傅全職之前 做過什麼行業呢 第一節其實都說了 大家可以聽回 最後你有沒有特別呼籲 如果大家對佛道相關的慈善活動 想參與 可以怎樣去參與 例如想來做義工 或者一起財辦活動 他可以在Dorothy藍迪通的網頁 跟回這個節目留言 就說我想參與 例如他想參與 好發心想做食物銀行 又或者對於動物有些幫助的東西 又或者可能想捐錢 做一些佛教的放生活動 他也可以在那邊留言 跟著阿Dorothy告訴我 我就會在上面做一些安排 可能看看 到底什麼時候會有些合適的活動 就讓他參加 我知道接下來都是中秋節 我們都有一個團體 在這裡還有一個呼籲 會派一些月餅給羅牙村的青少年和學生 也得到一些贊助 大家可以幫忙嗎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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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月餅就有了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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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只用來出錢出力 對 你知道有很多善心人 香港也有很多 硬大大印堂中間沒有東西 我記得 你不是選過他們才讓他們參加 來得做義工 都是很有心 在中秋節之前 也跟各位聽眾說一聲 中秋節發落 師傅中秋節有什麼提示給大家上月 中秋節上月 如果你問我 這就不是中式的 中式也有 但西方的比較多 就是你在中秋節想有些願望 你想達成的時間 你在月園之下許願 基本上就說會特別靈 不過如果你想效果好些 可能你配合多些做慈善活動 你有功德在背後做支持的時間 再許願 你的願望達成 願望靈的機會就會大些 記得中秋節放三日假 也會抽少許時間做義工 好 今天謝謝Andrew 師傅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還有Dorothy 下個星期再見 中秋節發落 以上 以上 再見 再見